佛教传在中国 将梵文经典 翻成中文 这里面有佛菩萨在来的 有菩萨在来的 也有神文 神文里面 阿罗汉跟三国的都去读 中国人有福报啊 福报从哪来的 千万年以来 老祖宗既得 我们要读中国历史就知道了 祖宗既得得太厚了 所以 敢得这些佛菩萨神仙 这圣仙就是指的阿罗汉 跟这个阿罗汉 来从事翻译的工作 不是凡人的 今天不可以怀疑 翻译的这桩事情 我们年轻的时候怀疑 这是我们常见的 古文 古人的一篇文章 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 这应该是容易多了 十个人翻 十个人不一样 我就从真正起来回忆信 向李老师请教 古人翻金能靠得住吗 这个遗团要不破 我们对于经典的利益 我们对于经典的利益是决定得不到的 李老师告诉我 古时候 参加遗场 参加翻译经 至少都是三国以上 不是凡人 所以对经典要存公敬心 不能疑惑 印族说的好啊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就得十分利益 百分沉静你就得一百分利益 没有沉静心 佛菩萨来跟你讲经 你就得不到利益 为什么 你怀疑 你批评 你怎么会得到利益 可是沉静心就不容易 所以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 是行为 连粗行为我们都得不到 你想想看 粗行为这四个烦恼 我们能破吗 深剑 边剑 边剑是对练 剑渠 剑渠 剑渠是骨上的沉剑 剑渠是鹰上的沉剑 这将因果 那鞋剑我们能断得掉吗 只要有一条 你断不掉 你就正不得出行为的菩萨 我们怎么学法都在五十一个位置之外 没入门呢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老师告诉我 翻进这个仪经厂里面这些参与的人员 至少都是阿拿罕以上的 这国为 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人家有修有正 三国 插一个阶级就正阿罕汉了 是